大家好,欢迎来到今天的烹饪小教室 我是由成功大学外派至清迈梅州大学的华语老师 我叫Yin,很高兴认识大家 今天我们就和台湾教育中心一起来做台湾人爱吃的早餐,蛋饼 今天我们要学做三种口味的蛋饼 有起司蛋饼,火腿蛋饼,还有培根蛋饼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学学怎么做吧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做蛋饼需要哪些材料呢 首先我们要做蛋饼皮 需要的材料有面粉 太白粉和地瓜粉 我们还需要沙拉油 鸡蛋 番茄酱 番茄酱 盐巴 切碎的葱 还有最重要的起司 火腿和培根 现在我们来制作蛋饼皮 首先我们需要面粉80公克 请把它倒入碗中 接下来是太白粉和地瓜粉 各20公克 接下来我们要倒入水 200cc 慢慢的把它倒入碗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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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搅拌均匀 现在我们把面糊搅拌到没有颗粒的时候 之后我们就可以加入一点葱 之后再搅拌一下 我们的蛋饼皮就完成了 我们再加上一点盐巴 我们再加上一点盐巴调味 搅拌均匀 搅拌一下 现在我们来做蛋饼皮 首先加入一点油 再开火 再开火 现在我们把做好的蛋饼皮倒入锅中 在煎蛋饼皮的同时 我们可以先来打蛋 现在蛋饼皮已经成型了 我们就把鸡蛋倒入蛋饼皮中 再用小火慢慢的煎一下 现在我们的蛋饼皮和蛋都快熟了 你想要放什么就放什么 我们可以放火腿 放水 放培根 还是起司 你想放什么就放什么 接下来我们把蛋饼盛到盘子上 现在我们来切蛋饼 现在我们来切蛋饼 就完成了